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发现后来的西方人在进入现代艺术以前就一直在复兴古希腊 比如说16世纪的文艺复兴 17世纪的古典主义 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 因为古希腊艺术一直在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美的理念 什么是理想美呢 你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真人能够达到古希腊雕像那样的云称 那样的完美 古希腊人制作雕塑其实就是一个磨皮美化 削尖下巴拉长大腿 然后再将所有瑕疵通通去掉的过程 当然了这样做就会带来了一种很常见的情况 那就是批出来的人看起来都是同一张脸 这就好像是同一家整容医院里面出来的少女团体一样 你会发现希腊的雕塑的脸看上去都其实差不多 而且还好像打了玻尿酸一样做不出什么表情 有种说法说就是说这些雕刻家认为表情会破坏雕塑的整体美感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些雕塑家还没有掌握如何让表情和动作完美的结合 那这个问题呢一直到了下一个时代 希腊化时期才得到了解决 在亚历山大帝国时期由于亚历山大大地的征战和扩张 那么希腊世界的版图空前的辽阔 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常说吗 信息化的时代让全球经济一体化了 而亚历山大呢是把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全都打了一遍 形成了地中海的一体化局面 于是呢我们就把这种时期称作为希腊化时期 这对希腊艺术影响其实非常的巨大 因为希腊艺术原来只在几个城邦间发生影响 现在希腊艺术几乎成了半个世界的共同艺术了 希腊艺术本身也因此受到了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面貌 所以我们不把这个时期叫做希腊艺术了 而是把它叫做希腊化的艺术 那希腊化艺术的特点呢 就是雕像的脸部开始出现了激烈的情绪 雕塑摆出的pose呢 也开始表现的有戏剧性的情节了 这就像一个演员从初出茅庐的菜鸟 变成了一个老戏骨 演技越来越走心 希腊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雕塑 就是这个拉奥孔群像 那描绘的故事呢 是河马史诗中的一个情节 讲的就是特罗伊城的祭司拉奥孔 警告他的同胞不要收下希腊人留下的木马 因为木马里面呢藏着许多希腊的士兵 那希腊守护神雅典娜呢 害怕拉奥孔的剧透会让灭亡特罗伊的计划破灭 于是就派了两条巨蛇从海里游出来 把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死死缠住 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那整件雕塑呢 采用了三角形的构图 三个人物的动作的姿态互相呼应 形成了一个高度紧张的整体 雕塑家通过手臂和躯干的肌肉扭动 来表达出人物的绝望和痛苦 拉奥孔脸上的扭曲痛苦的表情 已经代替了古典时期雕像的那种面无表情的脸 拉奥孔痛苦的挣扎 想要挣脱巨蟒的缠绕 他的两个儿子脸上露出了极度惊恐的表情 这组群像表达的当时的场景 就好像是一出紧张的戏剧片段 让观赏者为这一幕清静感到揪心 1506年的时候 拉奥孔他在罗马出土的时候 围观的吃瓜群众里面就有一个雕塑大师 他的名字叫做米开朗基罗 他在看到这件雕塑作品以后 崇拜的不得了 很快这件拉奥孔群雕 就被当时的教皇尤利亚斯二世 占为己有 放在他的私人收藏陈列地 那你想啊 文艺复兴最大牌的雕塑家 他推崇的一个雕塑 又是教皇的私人收藏 拉奥孔马上就成为了当时 所有艺术家关注的焦点 因为拉奥孔出土的时候 右手是没有的 没有找到 由此 艺术家们还展开了一场 最美右手的争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小鲜肉 拉斐尔 他认为拉奥孔的右手应该是直的 那么像这样的 而米开朗基罗认为 拉奥孔的手臂应该是弯的 因为这样才能够明显的表现出那种肉体上的痛苦 后来残损的右臂被挖了出来 果然是米开朗基罗想的更加接近原作 也就证明了 那米开朗基罗的艺术造诣 确实高于拉斐尔 那关于拉奥孔 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讲 比如说18世纪 德国有一个著名的美学家 叫做温克尔曼 他非常推崇古希腊时期的古典时期 就前面的一个时期 他有一句名言叫做 高贵的单纯 静慕的伟大 就是用来形容古典时期的艺术品 那在他眼里 希腊化时期是古代艺术 走向衰落的时期 但是当他看到拉奥孔的时候 被这组雕像彻底的震惊了 那么他意识到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 为了不打自己的脸 那么温克尔曼只好把他的创作时间 人为的往前推了一下 推到了公元前的四世纪 也就是古典时期 实际上关于拉奥孔的创作年代 以及他的作者到底是谁呢 艺术史上到现在还是有争论的 但是唯一一点可以确定无疑的就是 拉奥孔是雕塑史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我一直认为一件好的作品 最后是会让人产生哲学思考的 而古希腊恰好又是西方哲学的起源 很不知道为什么 一大批天才 是在那个时候一起涌现了出来 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比如说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帝达哥拉斯 对吧 等等为什么会产生哲学 那哲学说白了 其实就是一群人没事干 成天坐在那里瞎想 在古希腊时期呢 95%的人是那些农民啊 奴隶啊 军人啊 那剩下的5% 就是一些统治阶级 贵族 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些哲人 95%的人在养活 这5%的人 而最后被历史记住的 却往往又是这5%的人 听起来很不公平吧 但恰恰就是这些不用干活 也衣食无忧的人 发展了哲学 科学 文学 艺术 那推动了人类的历史发展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